你好啊 本集要分享的是我玩傳說對決 碰過最...點點點的一場戰役喔 怎樣點點點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一樣在看影片之前 請各位神手幫我點一個小小的訂閱還有鈴鐺喔 感謝感謝 其實這一場一開始選角的時候就很奇怪喔 我們的悟空一進來就一直罵趙雲 我是不懂他們之前是不是有什麼過節喔 但影響到我的事是悟空跟趙雲都在制裁喔 那我是納克羅斯 所以我們這隊有三個制裁啊 蝙蝠俠問號ZPG啊 這是哪招我看不懂啊 然後趙雲一開始就跟我搶眼 其實我有點不太爽也不太想玩了 都拉肚子拉了一個多禮拜了還這樣子搞我 後來我登場就當作是在測試新裝備跟新玩法 玩法主要是拆塔留啦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這場打到後面還行的是 雖然我們的人頭數輸給他們 但他們的塔很快就廢我們拔光了喔 後來有次機會趁他們都不在家 使我溜進去偷拆 拆了一半多一點點的血然後被打掛 因為我還沒頂裝 但覺得還OK 主塔已經剩下一半的血不到囉 我們勝率已經大大提升了 這邊他們去開了凱撒 但對方就在旁邊 我們的悟空也閃爍不要說愛里有大 但結果他們還是去攻啦 那最後凱撒就是被愛里搶走啦 但不管他們的主塔只剩一點血 大家隨便摸一下就爆了 對啦 好復活後大夥決定要硬攻 把兵線都帶進去後尋找機會 看到右邊空了刺激的來囉 這邊我二招上去拆塔 但打了幾下被警的暴擊噴到 挖啦 趙雲跟上打 但塔剩一點點怕被暈到了也挖啦 主塔已經看不見紅血了 但這時候我們的大象在塔前 警也滾了一圈蓄勢待發的準備發射 兩人都還有八成以上的血 他們只要打一下塔 一下就好我們就贏了 相哥、警姐拜託你們了 結果結果警射人 他射人他射人 我的天天天啊 然後我們相哥就在主塔前倒下 但這時候警姐閃現到右邊 咱們的唯一希望就在他身上啦 他不放棄奮力的往前走 他一個翻滾躲過攻擊好樣的 接著只要攻擊一下主塔就好了 上吧 幹 他又射人 我必須說 最近的午後雷陣雨 那不是下雨 而是我的男兒淚 曾經我與那顆星星那麼近 但最後卻還是失之交臂 看著地上隊友的屍體 想起我們傳說的曾經 啊好了啦就輸了啦 在這邊也跟各位建議喔 你們可以去遊戲操作設置的指定攻擊模式 那邊去點選 冰加推塔攻擊 點了之後遊戲右邊就會出現兩個選項 上方的是打塔 下方的是打小兵啊 聽我的啊 這真的很好用啊 要去調之前先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喔 啊不說了 我的手機有條蛇跑出來了 掰掰